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穩定音響YouTube頻道 今天要帶大家認識一下 你有看到我現在桌子前面的這三台 不同的投影機 今天帶大家來認識一下 我們Evison 它有各式各樣不同款式的投影機 有這種小型的微型的投影機 還有我們的雷射大電視 以及我們的4K長焦段的 這種家庭劇院高階的投影機 那一般來講 我們可能很多觀眾朋友不了解說 到底我家裡該用什麼樣的方式的投影機 那什麼樣的投影機適合用在什麼樣的場所 我相信有很多觀眾朋友 都對這一點比較不是那麼了解 那今天我就帶大家一定來認識 包括投影機它的光源也好 或是它的一些基礎認識 包括它的解析度 還有亮度 這個部分做一個簡單的分享 跟大家一併來說明 那一開始呢 我先跟大家介紹 有關於投影機 它們的最主要核心的技術 大概就是兩個部分 一個是它的光機 跟它的燈源 那燈源的部分 跟大家先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現在目前市面上 大概存在著兩種光源 那過去呢 投影機早期用的都是一些如素燈 進而發展到中階段的時候是金屬燈 也就是我們講的水銀燈 那這些金屬燈呢 發展到現在已經全新的技術已經發展到雷射了 那雷射的光源呢 它有分為三種 就是三顏色的雷射光 那今天我們只是簡單來講 同稱為雷射光源 那包括我們今天的微型投影機 它也是用雷射光源 只是它雷射光源有分為三大類 有分成是高亮度使用的雷射光 跟低亮度 當然這種低亮度的雷射光源 它是用混雜的 你知道LED的光源 在光源的部分呢 我先說明一下 其實光源的亮度 它的組成 有存在於很重要的就是它的壽命 那早期在我們這個 開始用的魯素燈 因為它光摔太嚴重 之後我們發展到金屬燈的時候 這個金屬燈它的亮度 它的穩定性就大為提升 這時候就市面上百花齊放 就是各式各樣的囤積品牌 大部分都採用我們的金屬燈 那壽命呢 大概維持在2000到4000不等 這樣的壽命範圍 但到近年來 這個金屬燈 可以到達6000到1萬 在節能模式底下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 投影機開機的作業當中 不是開全量的時候 就是那種節能模式的話 它的壽命可以高達這個 1萬個小時 在商用的領域範圍 有時候你在使用上 能夠增加我們在 商用的領域上 延長它的壽命 那進而在2015-16的時候 這個雷射光源混雜 這個LED在微型投影機這一塊 也產生了很多的各個品牌 開始投入這種微型的投影機市場 再加上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 像我們雷射大電池 它是屬於亮度比較高的 這種雷射光源 那這些它們到底用在哪些地方 其實我們要附帶講的就是 在整體的畫面的解析度的部分 跟亮度的部分做一個分別 那首先我來講亮度 我們講完了光源之後 再來講它的亮度 那我們剛剛講的 在嘉陵劇院的 專業的嘉陵劇院的市場 其實投影機的亮度 大概都不會做得太亮 為什麼一旦亮度太高的時候 會有這種對比度的問題 所以一般的嘉陵劇院的亮度 都會設定在 早期再開始可能是800-1600 那近幾年來有提升到1600-2000 那AVSEN在它自己3LCD的技術上面 它是提倡這種三原色 3LCD的 而且是彩色 著重在彩色亮度 跟DLP 透過色紋的方式去投放出來 所以整體的彩色艷麗度來講 AVSEN在這一塊算是一個 相當專業的領域 那在過去用金屬燈是這樣子做 那到近幾年來 我們發展到了雷射這個光源之後 因為雷射它本身的光源 它的輸出的穩定性 以及高亮度的輸出 還有整個它的色域的部分 能夠呈現更寬廣的色域 也超越了金屬燈的這樣的一個 它的材質上面的一個天線 那雷射光近幾年 已經成為我們的這個投影機市場的主流 所以無論在 在右邊看到AVSEN 這個EF12小型的微型投影機 它的部分也是用雷射光源來組成 但是這種低亮度的 大概在1000左右 或是800這種比較低亮度的流明度上 它們是混雜 雷射光源跟LED下去混雜的一些技術 那我們在這種中高亮度的 比如說像是我們LS300或LS500 我們採用這高達3600到4000流明的這個亮度等級 它所採用的就是我們的雷射光源 加一些螢光塗料去做 組合合成的一些新的技術 那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在採用的空間呢 可以分為大概幾點 如果說你家裡有建構專業的 家庭劇院試聽室的話 那過去呢 對畫質的要求跟對比度 跟純黑的部分要求很高 我們就會採用這種高階的4K的 能夠在4K的全黑的狀況底下去運作 然後可以形成更高的對比 那這個部分尤其是在運用在 我們在看電影的部分 尤其是在黑階大量比較多 有一些像是我們北夫俠啦 或是一些科幻片 它在運用大量的暗部層 是要去做一些特效的時候 那這部分可能就會很吃投影機的 它本身的解析度 那在雷射電視這一塊呢 那近幾年來 其實我們雷射電視在運用上 也可以跟傳統的方式一樣 也可以直接投在我們的牆壁上 或是投在我們的一般的布幕上 可是呢 它的亮度涉及到4K的部分 你投在一般的我們的布幕上 它的對比度就反而沒有那麼高 所以 我們一般雷射電視都會搭配一個看光幕 來讓我們的對比度再拉高 然後可以產生更好的黑色龜接的效果 那當然用看光幕的部分 其實看光幕顧名思義 它是一種減光的功能 它把它的亮度降低 之後呢 把它的灰階部分拉高 那形成一個很高對比的一個方式 那這個看光幕呢 又可以在我們開燈的狀況之下 也能夠看電影電視這樣 所以雷射電視它變成是說 你如果在客廳的話 它可以讓你能夠很放心的可以使用 即便在開燈的方式之下 或者是說你的客廳有這種落地玻璃 採光很好的話 也可以使用我們這個雷射大電視 但是在要求到灰階率比較高的話 那在這邊也建議大家可以裝個窗簾 稍微把燈光調的稍微降低一點亮度的話 其實可以得到一個很高的對比的方式 那至於這種微型的投影機呢 大部分都是運用在我們這種小客廳 或是小空間 甚至自己的書房 或者是一個小臥室 它的組成架構很簡單 就是它的光源輸出大概都是在1000牛米上下左右 甚至有一些品牌它可能做不到1000 可能是800甚至更低500 那這個部分它的便利性就是小巧 而且它可以方便攜帶 那有很多的錄影組也很喜歡用這種微型的投影機 甚至拿來當成一個小辦公室的簡報 三五個人的會議 這都非常的適合非常的方便 那這個部分就是我們討論到說 專業的寶石電視的部分 我們採用這種高階的4K的投影機 以及我們家用市場 普遍我們可以在我們的客廳 就能夠構造我們的投影機 享受這個 應該是講它雖然是投影機的方式 可是我們在這邊都稱為它是雷射的大電視 因為它採用的是雷射光源 所以它在很短的距離 就可以投射到100吋 所以這個雷射大電視它在26公分 也是含機身的話大概在60到70公分的時候 它就可以投射到100吋至120吋的這樣一個大畫面 那我們的微型投影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它是在一個比較小型售後組 或是說你是一個租屋的市場 甚至一個小型的聚會 三五個人 甚至你是有經常在外出露營的話 都可以採用這種微型的投影機 那總結 這邊我們剛剛講的這三台投影機 它們的內容還有就是輸出的解析度的部分 那當然我們剛剛有順便提到就是在高階的家庭劇院裡面 它為什麼機器設計到那麼大的 因為它本身應該就是說 家庭劇院它要求的數值很高 所以這種機器做得很大 它的散熱器也做得非常好 而且非常的安靜 甚至大概這個噪音大概23B 非常的安靜 很不容易清到它的一些風扇聲 那在我們音響系統 家裡有一些音響系統比較高級的朋友 我們都會採用我們這種高階的家庭劇院系統 那在雷射大電視的部分 它有比一般傳統的這種長焦的專業家庭劇院機 它把它導入了裡面有內建 這種我們的安卓系統 那這安卓系統 它就有內建我們這些什麼Apple TV 然後我們的Disney Plus 還有我們Cresto的一些載體 包括MyVideo 甚至我們的一些音樂平台 安卓系統它都可以下載到我們這個 它已經內建一個單狗在裡面 透過這樣的方式 跟網路Wi-Fi連線之後 那本身就是一個Smart TV的概念 只不過是說 它可以投射到100吋、120吋 我們的液晶電視能夠做到在65、75、85 但到75、85它的造價就非常的昂貴 相對來講雷射大電視 它就價格就非常的清明喔 那當然如果要論集更清明的價格 就是我們微型投影機 它要達到80、100 它的價格更清明 大概就是一般市面上有便宜的到 一、兩萬塊就可以做得到 那這些機器都有存在一個功能 就是一個共同的現象 就是所謂解析度的問題 當然現在目前我們微型投影機也好 或者雷射大電視的解析度 都已經到達1080P的等級 也就是我們講的這種2K的等級 我們在這邊做一個總結 那以目前市面上的 如果你是正準備要採用這種 家裡有客廳正準備要裝潢的時候 那很多人就會問說 那我到底要用哪一種投影機好呢 還是我該買一般的電視 如果你的客廳的空間 是可以放下65到75吋的電視的話 那Eason在這邊也建議大家 可以考慮看看我們AVSEN LS300 或LS500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LS300它的價錢 會跟我們市售的這些 65吋甚至75吋的電視價格差不多 可是我們就能夠輕易達到 100吋到120吋 那同樣的價格代 你可以享受到這種客廳 變成是100吋的就是這個畫面 相對來講 如果說你要用電視 達到這樣的尺寸 這樣的金額 一來根本做不到 二來你在看電影的時候 用電視 即便你用到85吋的電視 你在看電影的時候 把燈關掉的時候 那個還是會非常的傷人間 因為畢竟 我們電視都是在有光源的情況下在使用 那我們雷射大電視 雖然在有光源的情況下 能夠做使用 不過這邊還是建議大家 在看電影之後 可以把燈關稍微微調暗一些 讓我們的整個環境 稍微降低一點亮度 把它的對比度把它拉出來 另外附帶一個建議就是 強烈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是買這種雷射電視的話 一定強烈建議要搭配我們的抗光幕 你打在一般的牆壁上 它的對比度 也許沒有辦法跟抗光幕來相抗 因為抗光幕它的布面的材質是特殊的設計 是一種類似像橫式鋸齒狀的一個格柵的方式 我們統稱叫黑雜 它是可以把你的燈光把它抗拒掉 然後把它該要的顏色反射到我們的眼球 那在整個觀影角度上 它也非常的大 可以接近180度的方式 都可以左右的角度 視角是非常的大 這邊也提供一些消費者有些參考 能夠在比較親民的價格 來完成這個大畫面 目前來講有多了一個選擇 如果你也想要晉升這種大畫面 不甘於就是65吋75吋的畫面 或者是說你有想要打GAM的話 也可以來考慮到我們的 這個Habson LS300 或者是更高階的S500 這個都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那如果你也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們分享 或按讚 我們下次見 OK OK 好 那今天帶大家認識就是說 如果 很顯卡一樣 是的 好 哀 Wizard 哀 哀 哀